谁呀 63 163票 让我们来看一下年度第五名的获得者 就感觉第二到第五都差不多都有可能 可能是我 至胜 忽然我们仨有一个可能就是 我感觉第五名可能达出忽然的名字 因为今天大家表现都很好 太忐忑了 第五名感觉可能是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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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蓝 面对今年 众多新人的冲击 还有紧张的赛程 天降的素材 呼蓝以超高的竞技精神 和竞技水平 以及创作能力 夺得了年度第五名 恭喜呼蓝 我本来以为 他们跟我说的是 从上面走下来的时候 放这个离场音乐 然后我的那个离场音乐 选的是叫 潇洒走一回 假如说我有那么一天 会在那个现场 会放潇洒走一回 我觉得真的是 就像这个退休大会一样 就是开开心心 玩玩玩玩 就今天是 没有任何的遗憾 然后同时 我还感谢很多朋友 就真的是包括编剧 我们投球演员 包括导演们 就是我们每一个端子 说的每一句话 只要能让屏幕前 大家看到 听到 其实这是所有人的努力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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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本来 本来 我不知道何不回事 本来第二篇 其实是 写了一篇 全篇关于王建国的 说 我挑一段 我挑一段 我最真情实感的说 因为我觉得 总决赛不可以 没有王建国 我本来想 替我修理 对 就是 是这样子 就是 我有点动情 但是实话说 这样子 就是 很多时候 看到大家的评价 评价这些老将 比如说建国 说 哎呀 怎么比不过这个新人 比不过那个新人 我心里 其实很难受的 因为实话是说 我不能代表他们 但是只代表我自己 我觉得 我赶上这个行业的 好时候了 因为我就认为说 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但是巨人的肩膀 站了太多的人 就把巨人给踩趴了 大家趟着巨人的尸体 就过去了 然后说 偷偷秀这个行业 可真的没门槽啊 谁都能做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 国仔 你这个最后怎么感觉 是我把他踩死的 好嘞 尚嘞 谢谢大家 拜拜 好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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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的那些 我很感动 也很不好意思 忽兰很不容易的 从第二季开始 每场都奋战到最后一刻 是我心中的无冕之王 忽兰他现在是一个 高手的状态 而且忽兰我觉得现在 其实他比原来更真诚 更比原来真实 你们看看这个真实 对吧 一年一度的竹梦洗击圈 又开始了 画园 画园讲究的是一个园 你老板遇到我 不是我的问题 那是你要度的节 钻石跟美 本质上都是碳 女朋友说 那你跟王一博 还都是人呢 我都能想象那个画面 对吧 铁丝往后面 一只小浣熊 放我出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过来 谢谢大家 我过来 谢谢大家 我过来 国仔 怎么成巨人了 咱们在公布之前聊聊巨人 什么感受的巨人 其实也不能说是巨人 因为那个 这样 国仔 你可能是好久没上台了 麦是要翻出来的 没有了 我是以为想搞点笑什么的 挺突然的 但是也没什么 就是挺 没你说的那么好了 就是谢谢 没有那么好 工作嘛 改搞拿人钱财替人花嘛 就是 来 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名的票数 我吧 我真有差一票 差一票 这位公布之后呢 前三名就出现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 本年度脱口秀 大会第四名的名字 其实我还是很看好周期末的 然后广志应该可以拼一拼 除了周期末不可能 我们和庞博 我们仨可能都有可能是第四名 大家都演完的时候 就知道肯定期末会晋级 所以我们剩下的人 其实是在争夺两个名字 我感觉是挺有希望的 我知道我的结果 应该不会不会太差 但是能不能进前三 不好说 应该是我 应该是我 在所有人惊叹的声音中 实际上 实际上 酷色 来到舞台中央 平均出众的颜值 独特的口音 还有跟广志的友情 走到了总决赛 我已经听到了很多观众和 包括演员 包括这边 包括我自己的费姐 但是还是要恭喜徐志胜 获得年度第四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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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